哈嘍,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国际局势分析韩国戒严令的问题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从这个外交层面来说 我相信非常多人看不太懂韩国总统为什么要选择做实的戒严 明明还有很多解决矛盾的方法,对吧 你选了一个最差的 导致原本支持度不高的总统啊 支持度那是更低了 也导致拖累了自己政党的支持度 自己的政党也跳出来谴责 李切哥连美国都看不太懂 正在出访他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啊 也是立刻致电了给韩国外长了解情况 而这个也让美韩的核咨询会议荡言 可见美国方面是完全不知情韩国总统的戒严做法 而两韩局势与俄国的关系确实跟台海一样是越来越紧张了 北韩也确实一直有在暗杀南韩领导人的计划 从1968年开始袭击清瓦台啊 且成功过 陆续到现在有些是被抓到的是吧 他们国安单位都有这些资料 那为什么 而其中啊 这次在野党啊 还提出一个三检为安预算等等的问题啊 北韩也在上个月炸毁了象征两韩和平交流的道路 更宣布朝鲜进入战时状况 随时可以掉一百万的北韩士兵随时进攻 更派了不少的北韩士兵到俄乌战场上 历练历练支援支援 当然这个也是被俄国毕于无奈之下才做的决定 否则北韩的粮食状况是堪忧的 俄罗斯自己的爸爸又断掉了这层来源 北韩可能会大崩溃 而就在前几个月的 这个反政府游行吧 抗议他们的总统 这个游行当中 也有不少的这个韩国组织团体举牌加入 写着什么 美军退出韩国 美国把韩国当棋子 要亲中与北韩和平交流 台湾问题干我屁事 等等的标语 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 是韩国总统夫人涉嫌贪污收贿的问题 但注意啊 调查局都是针对夫人 以其娘家 没有调查到总统身上 跟总统本人 他的贪污是他的贪污 跟我无关的 后来也被以证据不足给撤销了 韩国总统为了这一点 保护他夫人这一点 然后做出这个戒严的命令的话 有点过于荒唐荒谬 所以不太可能是这个原因 以这一两个月以来的情况来看 无论是出自什么原因 南韩局势确实还没有必要性 必须性的戒严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为什么这么担忧 因为美军在韩国有租军嘛 你突然宣布戒严 我美军就乱掉了 是什么情报 你情报哪来的 这怎么戒严呢 是什么回事呢 我要加强待命在北韩边境 还是怎么样 全军起床待命 是要怎样反攻还是防守 是怎样 搞不懂 在美国政府还没做好 政权交接的时候呢 你不小心擦枪走火 那我们该怎么办 会让我们印太战略 有不小的冲击 以及伤害 中国会不会也趁机出兵 这都不好说 而我美国好不容易把日韩领导人 破兵再一起开会 让促成你们的这个破兵开会 好不容易让韩国的立场啊 在这几年内 没有像过去这样亲中依赖中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的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外交立场 当然我们这边就说外交啊 因为韩国人有韩国人自己内政的问题 好 首先啊 我们来看一下 总统所属的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 他对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呢 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 强调国家利益为优先 避免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那对于朝鲜的立场啊 主张对朝鲜保持强硬态度 强调国家安全 并与美国还有其他的这个北约亚太盟友 合作应对北韩的挑衅行为 对于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呢 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强化双边合作 特别是在安全以及经济领域上要亲美 对于日本是致力于改善与日本的关系 还有跟过去的历史渊源 恢复高层互访跟战略合作 以应对台海以及亚太还有两韩的战略局势 对于台湾呢 是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 反对任一方以武力改变现状 强调台海安全对韩国的重要性 所以这一两年啊 我们确实看到韩国的节目啊 政论节目也好 或是专门做的这个探讨台海局势的影片也罢 不少都是在强调 台海其实对韩国的影响是蛮大的啊 是有蛮大关心的牵动的啊 我们可以发现 中朝尔三兄弟是绑在一块的 所以为什么韩战打的时候 是俄国逼中共下场去打 抓了一堆所谓的志愿军 里面好多都是国民党的乡兵 跟路上去买个便当呢 出去跑个腿了 就被抓去当兵了 火车就退去前线了 就去长津湖了 我跟你各位说啊 冻死在长津湖的里面 可能也有不少是国民党的乡兵了 好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的外交立场 对于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呢 倾向于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避免刺激中国 强调应该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重要性 对北韩朝鲜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主张透过和平谈话 以及和平合作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推动半岛的和平进程 理想很饱满 现实很骨感 对于美国的关系是什么呢 虽然重视于美国的关系 但更强调韩国的自主性 避免过度亲美 对日本的历史问题呢 他们是比较敏感的 希望可以改善双边的关系上 但还是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对台湾呢 更是直接的认为台海问题 与韩国无关联 台湾与韩国无关 台湾人的事关韩国屁事 主张不介入两岸的关系 避免卷入中美之间的竞争与战争 欢迎回来 韩国即将在两周后迎来国会选举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会李在明 指引尹习岳政府介入两岸关系的必要性 他说中国与台湾的问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遭执政党大批驱从中共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对策委员长韩东勋指出 对中共如此磕头 国家利益会提升吗 这难道不是在发出可以被轻视的讯号吗 韩国总统尹习岳从去年4月开始 就台海紧张局势公开表态 他说台湾问题不单纯是两岸之间的问题 就像两韩之间的问题一样是全球性问题 所以结合这几点 美国政府是非常担心的 你执政党失去民心 换一个绥靖主义的上台 那我们在亚太可能会很难做事 尤其是围堵中共跟北韩 因为它两只绑在一块 我问一个比较核心的点 你们认为北韩目前不敢越界打 是怕韩国还是怕韩国上面的美军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为什么刺杀韩国总统 而不去刺杀美军在韩国的最高长官呢 相信在金正恩的眼里 美军才是让两韩分裂的罪魁祸首 所以怎么来说你应该更针对的是美军 但为什么你不敢针对 因为实力不够 我们大家知道 在美国的外交政治上 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是非常抗共的 这一点无庸置疑 所以民主党担心的事情 共和党未来肯定也是更加忧虑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川普是怎么继续的改善 还有加强亚太 尤其是韩国的这个关系 非常有可能 弹劾成功或是这个霸贬成功的话呢 新界政府上来 可能会在亚太成为中共随进的破口 所以推测啊 韩国总统做的这个决定是非常临时的 应该是有觉得生命受到什么威胁吧 否则他的任期是到2027年 即便弹劾过了 或是要弹劾的那一步 或是民众投票过了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 假如他必须透过戒严来鱼尸网破 那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不是选在我刚刚说的那个时间点 中间或者之后 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决心要做的话 你应该是要干到底的 你就不会把自己设限你有回头路了 你宣布戒严 戒严后国会的投票 按照戒严法来说是非法集会 那可以逮捕或推翻 那为什么掌握军权枪杆子的他不坚持干到底 学邓小平或是习近平这样 所以是谁介入劝说 让他放弃这样做了 话说到这里是谁劝退的 我们大家先早不宣的 是谁的哪一通电话 那这个戒严来得又急又快 非常仓促 感觉是没有在做任何布局的 这个亲美派的总统 做出了违背美国的布局 非常的奇葩 所以后面我认为是有大瓜大料的 肯定不是表面上看到的 因为我要反对在野党 因为他们国会多属 我要反对他 我要帮我老婆维权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这么表面 例如我们来看这个评论 美国前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丹尼尔接受BBC采访的时候表示 北韩可能会利用这次韩国总统的戒严力 宣布引起的政治不稳定性 而韩国总统初步声称 我这样做戒严是为了 避免我们国家受到 北韩共产党的势力侵害 并消除反国家元素 诸如此类的 他认为这个说法 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牵强的 而这个评论人他也补充到 但大家可以确定的事情 现在北韩实际上正面对着 南方任何政治不稳定性 他肯定在幸灾乐祸 而这几天可能也在准备利用这个局势 顺水推舟 做出一些什么出乎意料的政策出来吧 所以我们大家先等等看 因为现在北韩是意外的安静 我们要知道如果 美国啊或是南韩啊突然讲出什么扯到金正恩啊扯到北韩的 诶大概是隔天啊 金正恩就会爆跳如雷 是吧出来搞会什么一些丢狗屎啊 丢什么飞弹啊军战啊 丢药军演啊 但他这次意外的不安静的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 欢欢等个几天北韩到底会有什么动作 不然太安静了 是吧 当然啦 以上说的还是针对外交跟国际事务上 韩国的内政啊 这个就交给韩国人直接去评论 我就不干涉你们的 我就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哈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角下次见啦 拜